台湾唯一由大学主办的关渡艺术节即将登场 今年邀请到来自非洲还有菲律宾等等很多国家的戏剧还有舞蹈 同时还精选了47个国家505件作品的关渡国际动画节 以及集结了亚洲十位艺术家参与的关渡双年展 还有以波澜为主题的关渡电影节 10月的台北艺术大学很精彩 关渡艺术节系列展演之一翻转世界 邀请到来自不同国家同样关注社会议题的艺术家作品 菲律宾的PETA的剧团 那么它因为它对于菲律宾底层社会的关注 那么包括暴力包括经济的问题 包括一些毒品的问题这些东西 它的关注所以它利用了《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这个剧本 然后做了一个翻转或者是说做一个再创作 还有来自南非探讨多元种族与文化的舞作影响希望 我们请到了一个南非 有号称南非马萨格兰姆之称的舞蹈教母 来为我们因为它对于南非的女性地位问题 它相当的关注 所以在它的很多作品里面 都是反映了它对女性的一些观点 今年还邀请到日本第七剧场 改编俄国剧作大师契科夫的作品《海鸥》 那么契科夫台本来就是一个在19世纪末期 它就是对于一个社会议题相当重视的一个剧作家 所以他们在重新回头检视契科夫的作品的时候 那又会有另外一番新的 尤其有现代的意味在这个里面 另一主题活动时光观景窗 强调重新演绎经典与创新 邀请到法国新秀编舞家来台演出 还有来自香港邓榕树戏剧工作室的舞雷玉 它是三位在香港很知名的当代的编舞家 他们联合创作 对于《曹玉的雷语》这部小说 它把它变成现代舞作 那它怎么诠释 怎么样用不用语言 而用肢体来诠释这个在雷语里面 这种复杂的人物跟角色 跟心理之间的关系 台湾只有野草舞蹈聚落的他乡 舞出一个殖民于流浪的台北少年 在街头巷弄自我放逐的故事 与艺术节同党推出的还有关度国际动画节 期间将播放从47个国家505千作品中入围的动画作品 同时还将颁发国际动画奖 今年10月关度艺术节要展开一场跨国跨领域的艺术之旅